10月10号距离新冠爆发已经10个月了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终于发布了一则科学简报 正式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戴口罩可以抑制新冠疫情的传播 这样的一个效率老实说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诡异的是之后美国各大媒体对这篇文章关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他们惊奇的发现戴口罩居然也可以防止佩戴者被传染 这下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都反对戴口罩了 原来他们之前以为戴口罩只是为了帮助他人不被传染而已 所以不管自己有没有症状 反正传染给别人又不关自己的事为什么要戴 所以缺乏科学素养是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错 但这样自私又是谁的国呢